近日,一张慈禧皇太后年轻时的彩色照片在网络流传,南京一高校毕业生居旭东称是自己创作了这幅照片。 近日,毕业于南京邮电大学的居旭东同中国新闻社记者分享了他的创作故事。 小时候一直是喜欢这个美术,后来自学看网上的一些教程。 毕业之后,画画这块也没有丢,画了一些非常写实人物的,会画得特别惊喜。 有一些毛孔,包括一些皮肤特别细腻质感的那种。 关注我的人也是越来越多,认可度也比较高的。 居旭东在临摹照片这方面得心应手,也让自己更加坚信自己的创作之路。 我就想画一些没有照片的人物,或者说照片很模糊的,很久远的那种人物。 所以从古画到老照片,就开始尝试着去把一些模糊的变得比较清晰。 谈及自己的第一张得益之作,居旭东记忆犹新。 2018年的7月份,第一张是这个真飞。 我记得历史课本上是有一张真飞照片的,当时觉得还是挺让人惊艳的。 有一段很传奇的经历嘛,所以呢,想把它恢复出来看是什么样子。 这张图查资料到完成大概是20多天。 有了成功案例之后,居旭东越发喜欢上了自己的原创作品。 他也坦言,做一名插画师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还原真实,接近真实。 历史人物符合他一些历史的真相,比如说头饰或者说一些妆容。 第二个就是真实度。 原图的模糊的影像,你得让它变得更逼真,或者说更像一点。 这也是经过很多次反复尝试,有很多这种半成品之后,最后确定的一稿。 对于自己的另一幅作品,慈禧年轻时的画像,居旭东也同记者分享了创作心得。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了,慈禧的呼声也很高,很多人说就是想看慈禧年轻的时候,因为老年时候确实是照片也是挺清晰的。 我做的第一个工作是找画像,然后第二个就是从年轻变老的时候,它会有一些面部骨骼啊,面部肌肉啊,一些变化,直接特地逆向一下,参考演这个慈禧的一些老的演员。 面对该幅画像的网络热议,居旭东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挺意外的,确实是我画的,并不是一个当时真实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照片。 对我个人的话,第一呢,确实是对我们原创作者的一种不尊重吧, 因为我毕竟辛苦画的一个作品,或者说绘画,被误解了,或者曲解了。 然后还是希望大家对我们就是多一点关注,对原创多一点保护。 居旭东告诉记者,与AI智能绘画相比,手绘有着自己的优势。 现在很多行业啊,很多领域呢,都会有这个AI的出现, 确实是能帮到我们不少这个忙嘛。 它对于一些比较稍微清晰一点的图呢,还能把它修复好。 但是它上色的话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像这个皮肤纹理, 包括一根根毛发这样那些表现出来的质感, 可能还没达到那个精度,并没有我们绘画常识上的这个上色的这种严谨度啊, 还有一些这个细腻程度。 在居旭东的工作室内,他还绘制了很多历史人物年轻时候的照片, 其中有名太祖朱元璋,名成祖朱蒂,光绪蒂等。 谈及自己的未来和发展时,插画师居旭东准备打造古画和老照片两大系列作品集, 完成自己的绘画之梦。